鏡頭來到巴拉圭 當地已經進入冬天 由於當地屬於大陸性氣候 早晚溫差大 在季節交替的時候 是流感猖獗的時刻 有介於此 東方市中華會館 特別商請當地的衛生單位 前往僑胞聚集市中心 為僑胞們提供疫苗 注射的服務 來加惠僑胞 巴拉圭僑胞 醫室排隊 位於南美洲內陸的巴拉圭 時序已經進入冬天 為了預防流行感冒 東方市中華會館 商請巴拉圭衛生單位 特別為僑胞們 開辦疫苗注射接種服務 僑領張阿里熱心提供 個人經營的點心麵包店 讓衛生單位設點施打疫苗 今天是中華會館 有請到本地的 衛福部的工作人員 來幫我們各僑胞 注射流感疫苗 還有王月病的疫苗 在這裡非常感謝他們 巴拉圭衛福部的醫護人員 給我們東方市中華會館 做配殼商的工作 這個是由我們中華會館 向巴拉圭醫療單位 特別的情商 請他們來方便我們的台商 跟僑民來做施打 我們希望在今天 從今天早上八點十分開始 一直到下午 下午的時間 我們都可以讓所有的台商 僑胞都能夠就近來施打 特別設點的服務 獲得僑胞們的支持 避免因為工作時間不方便 以及距離和語言的隔閡 可以就近施打獲得保障 剛從台北凡里巴拉圭的 東方市中華會館理事長尤南炎 剛下飛機也趕到現場關心 陳坤甫也現場製作紀念品 感謝前來服務的主流醫護人員 另外當天醫護團隊 也前往中山喬校 為師生們施打疫苗 並向僑胞解說 如何更換黃熱病國際卡 主流醫護人員和僑胞子弟 互動良好 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不僅讓主流社會重視 台灣僑民需求 也為僑胞們提供了 方便和健康的保障 台灣宏觀電視林朔宴 巴拉圭東方市採訪報導 巴拉圭東方但 巴拉DY 巴拉圭東方 與自己有 Santo